那就要开启流畅为粉丝送福利的时间 今天是我们邀请了一位粉丝来进行实时的连线 电话连线 然后我们现在先打电话 因为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还会有一个小游戏 来在这个电话里面去 我现在应该是不能说 最好先不说吧 那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呢 纸上写着 来 我先给你打 我给你打 你来你来 我等一下跟你说我打通了 因为我怕他现在在看直播 好的好的 好吧 我先 打通了 一会儿我再跟你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你去完成一件事情 好 OK 应该对着这个号码 我们现在正在专访流畅 对着这个号码 是打错的吗 现在是在直播吗 是的 在直播啊 那看来他没有看直播 朋友是不是没上微博 OK 看来他没有看直播 我之前有 我之前有约这个 我知道但今天临时友是没有看 我的妈呀 好吧 好吧 我怎么 好的 行 我不生气 夸我一句 不要 你先跟他聊聊天嘛 你先夸我一句 太能怼人了 真棒 唱歌是你吗 真的是你吗 怎么样才能认证是我呢 怎么样能够认证是他 怎么证明要不你唱两句王胖子 我叫王胖子 我就不信写 大不了我王子道过来写 哎呦 现在就是片子都准备这么重分 哎呦 你你现在必须夸我 就是比刚才夸的更厉害 我在那原谅你 唱歌你是要我 嗯现场给你教彩虹屁作业吗 你可以说一句土味情话 土味情话 不要就是直接的那种 特别直接 就要就 嗯 就对我赞扬 这么 这么好尴尬呀 我要我要想一下 就是你唱歌你 你你你你特别好 特别棒 我要听那种肤浅的 肤浅的那种 嗯你你从雪山走来春潮 是你 我来跟大家 我没有甘甜的乳汁啊朋友 你在干什么 我我来跟 现在看直播的朋友 灌溉花的花朵 嗯 啊好 我看现在看直播的很多朋友也在猜 让大家一起来猜一下吧 我们现在要让流畅 嗯 引导着 这位打电话的朋友 说出一句话 现在在看节目的朋友 玩一个游戏吗 对 就是怎么肤浅怎么来 因为我刚刚已经偷偷看到了 大家也来猜猜 这个词是什么 可是我是一个很有内涵的人 你真的 哦那你就假装肤浅一下吧 怎么样 你觉得 我 我现在我有点激动 我不知道说什么 就是我长得好看吗 还行 嗯 嗯 好看 好看 那有别的说法吗 长得挺 挺白的 大家来猜猜吧 就不用那么具体 就概括一点 挺美丽的 这么直接 这么直接的在问问题 还引导不出来 大家来评论区的朋友来猜 如果他答对了 会有礼物吗 应该会有吧 会有礼物吗 工作人员 你这种态度 你是拿不到礼物的朋友 那会有 我唱歌 我错了 您想听什么 您说 不能直接说出来 不能直接说 就是你再换一种说法吧 给你个机会 嗯 嗯 嗯 您 您真棒 您真好 您是没见过最好的人 这这这够直白吗 够就是 呃 那个女士就用 你 你真帅这种 不是 你好 好棒 你 好 好 可 这是这种 你 你 好 酷 OK 是 肤浅一点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就是必须每一个字都说对 才算是任务完成 啊 肤浅一点 大家也来猜猜是哪几个字 对外貌上的形容 外貌 你 真 帅 啊 对 就是 对吗 我是真帅还是好帅 你 好帅不是沈腾吗 哈哈哈哈 哦 你你唱歌好帅 哎 唱歌帅 嗯 就是帅 最帅 还差一个感叹词 好帅啊 对啊 不对啊 对啊 啊 谁好帅啊 你 连起来 唱歌好帅 啊 就是 哈哈 不要那么具体就是 谁好帅啊 你好帅啊 啊 天呐 太难了 不难 就是这个吗 对是的 没错 哦 好的 唱歌是真的帅 真的帅 好帅 你是真的不错 真不错 感谢这位 你也真棒 你棒 你比我棒 哈哈哈哈 好的好的 感谢感谢感谢你的连线啊 真的是 嗯 这个这个问题没有难倒你 这个真的是没有料到今天 太突然了 嗯 好惊喜好惊喜 好的 也希望你可以多多的支持流畅的 接下来的各种各样的作品 嗯 拜拜 好的 拜拜 好 再来跟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说一下 他们也在不断的猜 但是他们猜的 哎有猜对的 我们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设置了一个词叫做你好帅啊 嗯 让需要流畅引导着 让粉丝朋友来说出这四个字 必须是完全叫 太难了 你好帅啊 就必须是这四个字